再来认识一个高科技朋友 AI狗可以这么说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场景的应用 生活当中遇到机器人已经不稀奇了 在今天的深腾AI开发者创享日 南京站的活动现场 一款拥有AI机械臂的机器狗 帅气的亮相了 看看他是怎么做任务的 活动现场模拟了一个无人职守的电站 发生险情后发出了警报 需要第一时间关闭电闸 接下来就到了机器狗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我们是为了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来识别这些仪器和当前出现了什么情况 一个危险的情况 那我们还通过视觉来识别这个门的位置 以及相应的这个电闸的位置 然后再通过控制机械臂来精准的抓取 来解除这个险情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动作 他现在已经开始了 这个门可不好打开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动作 打开了门把手 打开了门把手 非常精准啊 他怎么开门呢 可以看 哇 你看这个动作 好帅啊 非常霸气 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 所以他现在就要用这个机械臂 去拉这个电杂 这就是我们这个能动手机 不动口的这个机械狗 他的手臂已经伸起来了 对 他动作还是非常的精准 一气呵成 成功 机器狗自己规划路径行走 通过视觉感知 使用自己的机械臂打开门 再准确处理险情 这一系列精准操作的背后 是研发团队的辛苦付出 我们狗上搭了很多的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狗前面的这个视觉传感器 它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的信息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激光雷达 是用来作为机器狗的定位 以便用于它的一个导航 然后在上面我们放了一个升腾310的这样一个芯片 我们把这些所有传感器的数据进行混合 然后在这个机器人的大脑上进行处理 可以融合视觉雷达 以及电机的一些关节数据去判断自身的一个状态 这套算法可以让机器狗顺利通过坎坷的石子路 泥地 楼梯 斜坡等 而机械臂的加持 也使机器狗可以操作不同的设备 抓取不同的物体来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 应用场景也更广泛 因为它除了通用了这种机器人场景之外 就比如像在一些平地 室内商场里面的场景之外 那它最重要的最特别的一点 是能够应用到这种应急消防 抢险救灾等危险的场景里面 那这些场景里面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有很多碎石块 碎石粒 然后还有很多楼梯 这种场景里面 那就可以用我们的机械狗 来穿越这些场景 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以及达到这个抢险救灾的这个目的